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 我五岁那个时候 我特别特别的不想学 今天呢我五十岁 我又非常感谢这个事 所以呢它挺矛盾的 如果没有学古正呢 我可能没有这么能忍 因为学古正家长逼着你呢 每天不管怎么样 风吹雨打考试不考试 都要练两个小时的琴 那这个东西在后面 我觉得是个比较稀缺的品质 所以说呢 当年的兴趣爱好不见得会是你 将来工作之中非常有用的东西 但它一定呢会给你一些有用的品质 或者呢一种习惯 精神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我不觉得小孩一定要有一种 我认为一种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不是说父母让你学什么 而是要根据孩子自己想学什么 比如说我小孩 我小孩有一阵想学国画 学了没到三个月 不想学了 要学吉他 吉他拿了一个月 又不想学了 他每一次不想学 你不要觉得这叫没长性 或者说 这就是一个孩子 不知道珍惜 我觉得 小孩是特别怕批评的 所以呢 你要想让孩子有自信心 就一定记住 千万不能批评自己的孩子 你让他自己选 可能他哪一样都没学成 但是后来我女儿就跟我说 他挺谢谢我的 他觉得呢 虽然他也没学啥 但是呢 他觉得他有选择的权利 他长大了以后 他就自己敢选择了 这就等于说我们在海底 海下 这个是更深的海底 我刚才那个浅一点 这个更深一点 这个水已经变黑了 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在海下的感觉 我们三个是不是应该在这留个影 可以啊 我告诉你们要酷一点 这样就尽量啊 三个人眼睛不要看一边哦 谁也不要看一边啊 你站的不行 你要酷一点 这样 那 你这站的不能那么好 不能这么好 那我这样不行吗 这腿就是不行 那腿怎么样 对 反正你只能一个腿吃力 这个时候就是时装那篇的拍法 一个腿吃劲 就在一个脚上有劲 就是那个脚 无所谓 就另一个脚要轻一点 对 你要不然太正了 哈哈哈